Salut les amis, 我是冬冬 歡迎收看飲食法文 今次的短片 是上一集Bandaybeast香料麵包的延續 內容是做英式的薑餅人 但薑餅人不是法國傳統糕點 所以 在飲食法文這個平台做介紹 其實是有點離題 說是這麼說 但做法式香料麵包的食譜 理論上與做英式薑餅人基本相同 分別是一個軟身一點 是蛋糕 另一個乾身和脆厚一點 是餅乾 所以只需要把食譜面用的水 刪除了就是了 我既然開了做法式香料麵包的頭 亦順帶做英式薑餅人做結尾 可以比較一下在製作上有什麼具體的分別 簡單地介紹一下做法 首先將已經解凍成室溫的牛油 打發成Burgh Bommade 將麵粉和佛粉一起過篩 加進去 加紅糖 在這裏我已經加了一汁的鹽 加香料 我已經事先將各種會用的香料混合在一起 加雞蛋 加蜜糖 在這裏要補充一點 法國的糕點師一般會建議用栗子蜂蜜 另外很多人亦都說 不用用太貴的蜂蜜 因為在焗的時候蜂蜜的香味會消散 所以用一些普通的就可以了 我真的聽他們說曾經用一些很便宜的蜂蜜 但發現不好吃 用了一些較好的有牌子的 品質果然截然不同 所以不能夠太省錢或貪便宜 將各種材料混合後 就要拆 初時會覺得好像很乾 但不用心急 拆一段時間後 就會有很實淨的麵團 押平後 用人形蛋糕模 押出人形麵團 現在在網上介紹 薑餅人做法的短片 全部都會用糖霜 開水 再加食物染料 幫薑餅人表上色彩豐富的服飾裝飾 但我因為不太想用染料 所以用筷子和刀 押出薑餅人的眼、口 三眼就算了 賣相當然不及有色彩 如果是做生意肯定不好 但我只是醃餘做餅 好吃就行了 沒什麼所謂 之後用160度 焗18分鐘就可以了 和香料麵包一樣 薑餅人完成後 最好等兩三日後才吃 是會更好吃的 我會將食譜放在下面資訊欄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一起做 很容易的 我是業餘愛好者都做得到 你們當然一定成功 這次就說到這裏 如果各位喜歡我的內容 記得訂閱 大家 到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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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